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尔本胜利上轮在德比战中遗憾的被绝评六连胜的走势就此作骨 并错失了登顶领头羊的机会 球队共打入21球进攻火力最强 防守端低水步路呈现出攻墙手本的属性魏灵顿凤凰取得三连胜佳绩 前六轮只打入四球连胜期间 场均三球进攻端迎来大爆发防线亦十分稳固 网继莫尔本胜利 在主场巴胜二负 占据压倒性上风 本轮主队有望重回营球正轨 塞图巴尔VS布拉加商庭名单 塞图巴尔左后卫努诺平托布拉加门将马修斯 后卫费雷拉和佛卢健 中场萨拉斯总结 塞图巴尔已经无缘出现莫伦毫无战役球队联赛 已经遭越三连败 十天前两队在葡萄牙杯狭路相逢 最终常规时间塞图巴尔门平对手 但在加时赛被对手淘汰出局不拉加 刚刚经历一场大败 客场输给本飞卡并不丢人 但却足以打击士气 以球队的能力 想翻过普超双雄 这两座大山太过艰难争取悲赛指标 无疑更为现实 因此 本轮势必全力以赴近些年 塞图巴尔在主场没少给客队制造麻烦 布拉加上次在这里赢球 还是在十五分之十次赛季没有压力的塞图巴尔 也许会超水平发挥 防平不如防土胜兴向分胜负